共军将领列队鼓掌欢迎习近平 颁受勋章 中共将迎接八一建军95年 但此时共军高层们可能也在想 如何应对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 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 中国大陆驻美大使秦刚警告 挑战中方底线 解放军将采取有力措施 环球时报底下微博号甚至分析 裴洛西可能路线 第一从华府直飞台北 达成有防御力的C1管运输机 但距离超过一万两千公里 需空中加油 第二先停靠日本韩国基地再飞台湾 那北京东海识别区 中共可派出歼16歼20半飞 以及歼16D负责压制支援 或是从关岛基地起飞 从台湾东部进入 造成共机半飞有障碍 但仍在导弹控制范围 对习近平来说 去年举办中共20大前维稳最重要 最近更找来各省的一把手 听专题研讨 称过去自己所当政的10年 有里程碑异议 习近平强调 党的19大以来的5年 极不寻常 极不平反 将科学谋划 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 法国广播电台分析 这边讲话可视为 习近平的继任宣言书 中共两大重头戏 建军节20大前夕 中国大陆外交国防 以及官媒 接连呛瞎裴洛西 提北熊科学长陈永文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